講到這個賞月啊 今天晚上啊 各地都可以看得到月亮哦 所以呢 如果你要今天就開始展開 這個中秋節的活動 還蠻適合的 那明後天的三天假期來說呢 午後在山區會有一些午後鎮雨 但是啊 到了晚上的時候 雲層就消散 所以呢 都可以看得到月亮 講到這部分啊 今天還是得要上班上課 我們先來看看 要準備出門的天氣了 先注意到 北部跟東部 陽光露臉之下 這溫度上升的還蠻快的 北部27南 東部地區在28 倒是中部跟南部呢 現在是沒有雲層哦 但是是有一點點薄霧的狀況 這個霧呢 現在正在逐漸的消散當中 因為最重要是陽光露臉了 而外島地區呢 現在只有澎湖 有點薄霧 在金門跟馬祖 都已經開始陽光露臉 對了 今天中午還是偏熱哦 記得戶外活動要多喝水 但是呢 早晚的天氣來說呢 你如果要騎車的話 中部以北還是有點涼意 我們就來看看 衛星雲圖 看到衛星雲圖啊 大家最擔心就是 有一個颱風 酷拉 它會不會影響我們呢 我們來看看它的位置哦 在哪裡呢 幾乎快看不到了 就在這個地方 整個雲系都已經逐漸的消散掉了 因為最重要呢 是在於日本南方的海域的 溫度廠來說 海溫部分不適合它的發展 另外呢 北方有高壓 也帶了偏北風進來 所以呢 酷拉颱風在未來的24小時 將會逐漸的移到日本的和韓國南方的海域 就會要逐漸的消失了 有沒有看到它距離我們還蠻遠的哦 酷拉對我們沒有影響哦 倒是天氣形態來說呢 在今天上班上課的話呢 中午天氣熱 午後震雨只有零星的山區有機會發生 南投跟屏東的山區有點機會 那明天開始的三天的連續假期呢 中南部的午後震雨在明天會略微的增多 所以呢 你明天出去遊玩 上午注意防曬 下午的時候呢 山區會有些午後震雨 不過啊 你要到山區去賞月要注意哦 這高山的溫度晚上2000公尺以上 都只有在12度到15度之間 山上天氣冷哦 記得要戴著厚的外套上去 再來我們講到時間點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北方的高壓將會帶進來一些偏北風了 加上呢 這個酷拉颱風的整個氣流場也會有偏北風進來 所以呢 禮拜天開始北風增強了 日夜溫差相對偏大了 倒是午後震雨呢 還是以中南部的山區 跟北部零星的地區 山區部分有點機會 那到了下禮拜一是中秋節 你還可以看得到月亮 下週二以後呢 北方的高壓帶進來的偏北風將會更明顯 所以下週二開始啊 北部的溫度又要再下滑 另外呢 再加上有些海面上進來的水氣的影響 所以呢 在這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從下週二以後開始 都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雨了 所以呢 你會發現到下個禮拜的溫度是越來越涼了 秋的感覺也就越來越濃 但今天呢 沒有秋的感覺哦 我們來看看溫度了 今天中午的高溫部分 北部地區是在34度的高溫 中午天氣熱 記得要多多補充水分 而到了中部地區呢 主要是南投山區會有些午後真雨的機會 平地不會下要防曬 而南部的朋友也記得要多喝水 中午天氣悶熱 而到了東半部地區呢 最主要也是防曬工作不能少 中午的時候紫外線都會到過量 甚至危險級呢 今天又是禮拜五了 我們就來看看未來一週的天氣了 明天的休假期出去遊玩的話 炎熱的天氣 外出活動要特別注意防曬 只有山區有點午後震雨 到了禮拜天到下禮拜一 我們注意哦 高溫的部分略降了 已經降到32度了 夜晚轉涼了 山區呢 午後震雨狀況來說 還是以中南部為主 到了下週二以後 到下週五的時候 北部跟東部的氣溫再下滑 高溫只剩下31度 晚上再23 但中南部呢 冷空氣沒有到中南部 所以溫度降幅並不太明顯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 下個禮拜中秋過後開始 溫度將會再下降 小丁您給您個提醒了 最主要中午天氣熱 記得要多喝水 還有一點 山區會有些午後震雨 下午在山區行車要注意 現場交還給淑芬